念佛不断,鬼退避玉 十九岁的生命 在病床上虚弱地躺着 他叫少年恶,眼神呆滞 耳边都是医生的话 这病没药医啊 心情一直荡在谷底 有一天晚上 当火透明的病房出现一片阴隐 黑呀呀的 风一样的往他的病床冲过来 哎呀,牛头马面轻面獠牙 他紧张地跳坐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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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瞬间,鬼怪都被他念佛的声音吓到了 记得团团转,不敢靠近 后来连炎罗王也现身,威风铃铃来抓他 可是也被佛号挡着,一步也跨不过来 你太吵了,不要再念了 听到没有 医生不耐烦地对他说 于是,念佛越来越大声的少年恶 被转移到另一个病房 一个人用尽力气大声呼唤 南无阿弥陀佛 将近五天后 一道金光向流星落下来 放射光明 把整座医院照亮得如同白昼 除去了阴森森的气氛 阿弥陀佛这时候就站在金色的光明里面 慈悲地向他微笑 给他安全感 好像妈妈怀抱里那个新生的婴儿 隔天兴奋的少年恶 依然不停地动嘴唇 欢欢喜喜出院去了 他心想 念佛真好 念佛真好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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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